夢遊 我們中山山區的特色就是非常多的牛 那我們在路邊就是有射一隻牛 就代表我們中山村的特色 而且我們後面還有很多 有時候後面還有很多牛在吃草 所以過了一陣子草長出來之後 那個牛就會再來了 這是我爵公家的牛 這隻牛代表牠們鵝山柴園的 這邊的竹彎都有一隻鵝 而且是借工他們自己製作的 製作的鵝的那個圖案 這是我們家的石頭牛 它上面的圖案有蓮花 因為我們家也有弄蓮花 而且他們還有彩虹 因為我們這邊都很多彩虹 這隻牛的名字叫少春 這隻牛的代表 牠的意思代表是說 我們這回家可以很長 很長壽 然後不管什麼季節都像春天 這裡是我外公家附近有一些 有一些工人他們飼養的牛 他們都會放到某一個特定的地點 因為那裡會有很多的雜草 然後這樣他們就可以吃了 你要帶我們去哪裡 我要帶你們去 陰天教室旁邊那裡有一個竹子 那裡有很多的昆蟲 都在那裡有蝸牛 還有竹子老仙還有秋情蟲 這些動物等 有蝸牛耶 有啊 我就說有蝸牛 有餐廚耶 好小喔 它也放在這裡面 好像石頭耶 會擋住 在這裡被擋住 我把石頭拿開 小心喔 這個狙擊可能很難 怎麼可能啊 你是卡通看就多 真的 有一些都有主 好 就雷狙擊 雷長雷 雷長生的狙擊 因為狙擊是 啊 會不會是石頭 喔喔 動了動 這邊是百香果果園 它可以在這邊 陰涼出生角 可以在這邊 摘果實來吃 而且還沒有 走進去 走進來 就非常的香 而且它可以一手 就拿到果實來吃 而且還可以在這邊睡午覺 因為這邊底下都沒有太陽 都被百香果遮住了 所以 非常的好 好處多多 你要帶我們去哪裡 我要帶你們去我的秘密基地 那裡有很多獨角圈 還有恐怖的虎頭蜂 在那裡吃光蠟樹 那會不會很危險 那有沒有吃光蠟 只要不去惹虎頭蜂 虎頭蜂就一定不會叮你 不要影響它密實 那如果虎頭蜂靠近我的咧 你就不要動 如果它在你身上的話 你就不要動 靜靜地站在那裡 等它飛走 如果 如果它不沒有 可能還想攻擊我們呢 那是不可能的 因為你沒有 你不去惹到它 它就不會 咬你 那獨角蜂會恐怖嗎 不會 它就小小子 有些 可能會 有些可能 只是 立爪勾到你的皮 會有一點點痛痛的 也一下就過去了 不會 不會像是被 秋行蟲夾到那麼痛 那什麼是超行蟲 超行蟲就是 有很大 有惡 大惡的 那個惡的 對 那 那那裡有沒有 三隻腳有超行蟲 沒有 那有沒有 正反的是 台灣 是沒有那種 秋行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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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平常都會來這邊抓嗎 沒有 就是我和 我 我 我的 我和我外公還有我表弟的秘密基地 通常在夏天這裡會有很多的豬腳鮮 為什麼這邊會有很多 因為這裡是有光蠟薯 而且他們非常喜歡吃光蠟薯的汁印 為什麼 因為光蠟薯的汁印裡面有比較水 而且還甜甜的 他們很喜歡 那你有吃過嗎 沒有 那你為什麼知道它甜甜的 寬蟲應該不喜歡吃光的吧 所以你覺得豬腳鮮有味覺 所以它可以分辨酸跟甜 對 真的喔 那你有沒有想說我要吃看看 沒有 因為如果我吃看看的話 我不知道我會發的什麼樣子 對啊 就是活活好動 對啊 好帥 那你會不會嗎 不會 因為它速度很快 現在只有小米 所以我不太想 甜甜的 還有西瓜 火動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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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痛 因為它們都有 表示你們一個秘密喔 獨角鮮了 它和母的交配的時候 才會生出它長層的東西 那又表示它的 它的生殖器官 秘密喔 而且 因為它跟母的交配的時候 才會生出來喔 而且我記得 老師 我記得 因為我看過啦 欸 等一下 等一下 可是我記得 它和蜂牛 也是一樣的 蜂牛工的 也會發出那種線 白白的也有 我之前養的時候 有讓牠們決鬥過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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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這有 不是 它們中的 不可能看中的吧 這樣就變成 狂性戀 之後一頭 它苦作真的 重新戀的話 很棒 怎麼不可能 像我們人類 又有一些 反正就是 重新戀 它又不是我嘛 如果我們是牠們的 因為對我們也是動物啊 春春是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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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春春是動物 春春是動物 我們是人區的 他們是動物 Action 這肉們 弄掉 來吧 來吧 啊 快點 哇 快點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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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們順安國小分校所在的中山社區 雖然沒有都市的高樓及隨處可見的商家 我們只有陪伴成長的獨角仙大黃牛 每天我們所期待的是放學後社區探檢 因為整個小型都是我們的秘密基地